痛风是一种发炎的病症,这是一种因为普林的代謝障碍,令尿酸积聚而引起的疾病,属于关节炎的一种 女性多数在50岁之前是不会发生这个痛风的,因为它的痴激素对尿酸的形成有抑制作用 但是在更年期之后就会增加这个发作率,由于尿酸在人体血液里面浓度过高的时候就会在愿组织的那些 好像关节、膜膜或者那些基建里面就造成这些针形的结晶,这些令到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过度敏感而造成痛苦的一种症状 多数发作的地方就是那些脚趾公、脚眼、膝头、长期的痛风有时还会发作在手指的关节那里 有时在耳朵的软的组织部分,这个地方都会有可能的 急性的痛风一度发作的时候,你会出现有红肿、很热和很痛很痛的 但是它的发作时间多数是晚上止夜之后的,令到你忽然间会痛到在梦中紮醒的 所以这个要小心去避免有这个机会发作,因为这个痛风是不可以根治 当你发作的时候只能够食药止痛,那怎样可以避免呢? 主要就是由食物控制那里开始的,首先呢,就不可以喝啤酒啊,或者是这个葡萄酒 这些发酵的酒类了,同时呢,尽量减少肉食啊,海产类啊,内藏啊这些 蔬菜方面呢,就要减少这个豆类啦,豆芽,黄豆芽,露笋子菜啊,香菇啊,和这些椰菜花,露笋等等这些蔬菜的 而坚果那些花生腰果之类呢,也是尽量小吃,否则一吃就很容易发作的了 只能够是止痛,是不能够去根治的,但是现时呢,有一个偏方,是如果你服用它呢, 效果是很显著,得到这个的控制得很好的,但是用这些偏方之前呢,这个偏方很简单,但是如果你也是有 怀疑性,最好你也是请示一下,你的家庭医生啊,或者是相关人士,尋求一个意见才开始,那首先和大家讲一下那个偏方是怎样做 用的材料是很简单的,是要青木瓜一个,如果小的呢,你就是一个要一半啦,如果大一个呢,你就或者是将它要三分一,四分一,大约的重量就是半磅左右啦,你一个要青木瓜,洗了它去皮保留,去掉表面的那些,那些洗干净之后呢, 把它切开,你需要的份量,去掉一些核,然后把它切片,那跟着呢,就将四杯的水煮滚,水滚之后就将这些的木瓜片放下去,用中火煮它两分钟,然后呢,就将一汤匙的清茶,你可以选择,你是喜欢的啦, 不过呢,我有个朋友用过很好的效果,他就选择用乌龙茶的,他用一汤匙的乌龙茶呢,加下去这个木瓜片的水里面,然后盖着个盖,是焗它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呢,你开开个盖,就将半个椰青的汁呢,加下去,那然后就可以喝的啦,那椰青是什么呢,不是说罐装那些 Coconut milk,那些是椰油,是白色的,那些是很高的把和脂肪,绝对不适合用的,椰青就是,你在超级市场看到那些去掉了个椰衣的皮呢,它白白的色的,这样就顶尖尖的,那些呢,就叫做椰青,你将它在上面去开两个洞呢,你就用半份,我们第一次不知道半份是多少的嘛,你可以用个凉杯, 把这个椰青的里面的水分呢,是清的,倒出来我们叫椰青,你看看,哦,如果它整个椰青有半一杯的话呢,你就用半杯,将这半份的椰青水呢,加下去,刚才你焗了那个木瓜清茶的里面,我们隔了个渣,就将椰青加下去呢,就可以喝了这个 这个,椰青乌龙茶木瓜水的了,那这个我朋友用了很有效,它那时候痛得很紧要的,差不多一个礼拜啊,或者是两个礼拜之内呢,又发作一次了,那长期吃止痛药是不行的嘛,那它有这个偏方之后呢,它尝试了,是每天它都喝一次, 它在三个月里面呢,就已经完全没有发作了,跟着呢,它就是,现在呢,就一个礼拜间中喝一次两次,已经差不多由它开始用照,现在呢,有一年的时间,它是完全没有发作过的, 那所以这个偏方很简单,只不过是木瓜,椰青,还有一个清茶的茶叶,那这个是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药的,令到有些人问,啊,我不吃得什么药,什么药的,那这个很简单的偏方,你可以不妨试试,如果你觉得,喝了有效的,当然好了,如果你喝了几次,你觉得,哎,不想喝的,对你身体也不会有个好坏的影响的, 不过,你就真的要戒口,虽然说有了这个偏方帮你,戒口是必然的,否则你一吃那些东西呢,你又会发作,又会很痛的了,那这个偏方,如果你有信心的,问过其他专业人士,你可以不妨试试的,最少不用说整天都要,一痛起上来,真是要坐轮椅这么辛苦嘛。